下面让我们一热烈的掌声有请本场比赛的主裁判 来自ICEA的国际银张裁判徐锦言入场 担任本场比赛记录裁判员的是国际银张裁判王航 国际级裁判贾淑琪 下面让我们以更加热烈的掌声有请本场比赛的两名选手 他们分别是来自吉林省的准神郑宇博 来自黑龙江省的帝皇星赵汝亮 下面比赛开始 请双方选手争夺开启选择选 预备 三 二 一 开始 欢迎大家观看乔士碑2021中式台球大师在分战赛广队 周战决赛的比赛现场直播 大家晚上好 我是阿苏苏欣源 大家晚上好 我是张庆永 张日导经过前九天的敖战 我们终于来到了 抢十九的决赛的比赛 没错 画面左侧 着深色上衣的郑宇博 对阵画面右侧 着浅色上衣的赵汝亮 比赛是200分钟限时 抢十九 双方轮流冲球 本次分战赛的冠军奖金 是15万元人民币 亚军是7万元 这两位球员呢 也不是第一次碰面了 在我们以往的分战赛 包括总决赛里边 也是有碰到过很多次 算是比较熟悉了 比赛开始 决赛职财的是我们经验 非常丰富的国际级的裁判 徐锦言 徐锦言 有说戏称叫决赛徐 那就看一看几个小时之后 这个冠军数 郑宇博是不是能够 从第九个变为第十个 赵主亮能不能拿到 职业生涯的第二个 乔氏分战赛的这个冠军 对 扎进一 过三 没问题 这个位置稍微差了一点 不是一个特别舒服的进攻位置 没错 你这个六二球右边中带 还是稍稍有点薄 而且后面红三 有点小影响 花球 看十四 还是一个 有点中长台的这个位置 就这一杆突破 对 下方花球比较多 下方单色非常少 好球 你打单色下面这一个球 被对方三个球在这边给你一包围 你很难受 但是花球这边可以来回去过度 对吧 可以球啊 右上角还能打啊 下底跟左赛横抬 肝瓦稍微低一点 还可以 好了 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可以考虑了 我是不是要直接来 先下来吧 对 是不是要直接来 直接来就正常 不直接来 我就先交个位 下来就比较合理了 打右边的这个 单独那一颗 然后下方四号就下方这 然后再来回打 对 这边如果说单色球跟 那个花球没有出完全贴住 左下的话 打完十号还是够的 也就是说我不需要K球了 正常交位啊 打十上去叫十一 十一再过来往右边 再叫一个左边这个花球 刚才郑宇波可能有 另外一条被选方案 打进这颗上方的单色球 最后做一个中弹 它再量几条可能性 主要就是这个单色 跟花球之间的相贴的缝隙 对 刚才我们看了一眼 这个缝隙好像还是 有那么一点点 一点点 可能要带一下了 对 所以说它 故意地把白球往上走得有点多 这样的话 把角度呢 也是调了一下 对 看这位置啊 是不是还要交一下 心轻管一下 还行 可以啊 这位置 你左右都OK 对吧 左边走的话 低杆左赛 这怎么大有把握 对 第一局 郑宇博胜 比分一比零 开朽清谈 都直到晚了 然后就这个 慢慢来 对 这就信息不对 信息不对 对 知道吗 不是吧 对 这是吧 三多就来了 找些三多就过来 这位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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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快 快 第二句 而且在下午六点半6点半比赛之前下午啊提前大概两三个小时啊 郑宇博和赵如亮就纷纷地到场了 对 然后利用这个空虞时间啊去练练球 一上来赛前我们预判的这种 稳定的冲球 这边没有球进 像这种啊 在开球的环节上 赵无量没有开球进 这对于郑以波来说 是一个绝佳的几乎 没错 前面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从开球环节来看的话 郑以波稍稍的露一点下风 就是技术性的开球 是的 然后大力开呢又是未知的 所以说一定要在开球这个上面 抓先手 而且尤其是对手出问题的时候 这一干上手想调 8号球右边两颗这个花球啊 走的稍稍的 少了一些 没办法了啊 打这个底带 咱用左边中带下来 而这个时候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 我双方要不要留球了 不留的话 那要求你 打完9之后过度10 要求角度非常好 是的 因为本身现在这个9号 是有一个还可以的角度 能够直接下来的 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就是这8号 你要不要稍稍的跳一下 对 我在这个8号右边走也可以 嗯 顶黑8呢 可能黑8还会往下再走 是 那考虑清楚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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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5号也是 这个较位的位置 很单一的位置 还量了一下 看来还是有角度 对 有角度 中端发力可以向右下方蹬过来 好 这边又继续 找一个可以去 两个位置 对 凝大物小 这个球甭管你是二号右边 还是二号左边 肯定就是一个凝大物小的一个线路 走得稍稍过一点 右边中带还可以再调 对 走小了只能去拼这个长台 没错 叫这个位置也舒服 两边底带应该都有 第二局 张宇博胜 比分2比0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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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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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的还是不错 没比赛之前 大家都会对这个人 以往的一个数据 进行一定的分析 对吧 他开球好不好 对吧 他的进攻的情况怎么样 对 还不错啊 这一上来这两弯 开球都是有球进 起码从开局上占主动 对 我跟你是五五开 这个环节对吧 没有落什么下方 十秒 角度 这个位置的话 要借十四吗 这个位置确实是 六号球还不太好调啊 你这个 十四号这边 如果想借一下 推过来可以 刮一下六号 刮得很薄 四号球 你打七 太难 难点 很容易 这个球很容易拼不进 打四的安全性也比较高 你横向的推顶红三 右边中带还能过渡 是吧 四号更容易把这个力量啊 释放一些 对 打七太难 那劲儿 也复合他的风格 对 对吧 他就习惯于这样去出关 这样去打 右下角 砍法要稍微低一点 再上来 好了 右上继续 这个时候就显出 正一波这个能力了 对吧 他的一翼之长里边 一个特点就是 我半台 中长台 准度特别稳定 而且在准度 伴随着这个 干法较位啊 执行 对 成功率都特别高 不是那种 打进的 他不是描了很长时间 很犹豫 然后这种 哎呀 拼下 很有把握这种 好 再来 七号球继续要一杆准度啊 毕竟作为这个忠实台球 不多的大满贯球员啊 这能力经验 确实好 再来 那这杆球为了让白球能够 不离枯片太近啊 要下点低杆发力 嗯 再来 可以 第三局 终于博胜 比分3比0 开球新来 一起 中式台球 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 太坏了 操化了 方式 比分3 没错 所以 他会来 这吧 好 好 有 第四局 赵如亮开球 开球实际 这就有点像前面其他场次里边 TV台的一个比分 0比4 这可能性很大 对 这就有点像前面其他场次里边 还有一个就是选手们会在 都会有一个自己最稳定的一个环节 最稳定的环节出问题 可能多少会影响这个心里边的一些 会有些波动 花球 15号 下来看白球位置 一勾 不算好 左边还有中带13 这个中间的位置还是真的是有点乱 球有点多 他下来这个二球如果是刚好顶着2号呢 就是太好了 是的 嗯 两边的话 这个14号和这个10号球两边来回打 你是穿这个3号8号的缝隙 还是顶着3 好 这1K 这个分离角判断是真准 嗯 14号的左下方有下 这个球如果能够把这个6号轻轻顶一下 对 这个球最好能够顶完之后6号不要站带口 因为后面黑8有可能会选右下吧 嗯 还可以 再来 10号左边 白球的这个方向 哎呀 要不要去K7啊 不K也可以其实啊 这个球 你K完了就是11号你多一些选择 更开放更简化 但你K球需要一个干法的心理程度啊 再刮一下 好了 精准的3K 嗯 12号 中带上去 11右边中带再往上走 9号右边中带 我们下来 这局面基本开了 不需要很低啊 中低段 10秒 10秒 延时 再来继续 中低竿上一点点 过5号即可流向下角度啊 对吧 对吧 位置非常好 这盘这青台连续三个精准的K球啊 嗯 一个字形容 一个字形容 妙 第四局 张宇博胜比分4比0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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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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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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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对 感谢观看 咱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咱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咱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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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感谢观看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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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們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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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那问题了 你23之间是一个什么情况 你推的再往 比如说再往左边多一点 可能我还好 我能打红三 不能轻打 对 肯定是要发力的 K一下 还行 这一K有效果 有角度肯定要上边扩 看方向 直低杆 有角度上边扩 比较直 这个球打不算好 再直点的话 会更好交位 直接往上就可以叫了 那这个 从他这方向看 低杆横抬 对吧 安全 那推的话 下方九号这 你还真的也是 小心点 这个球是昨天我们 对吧 在球房里面练球 对 咱们俩打了一会儿 你还记得吗 有 比这个再难点的 都可以出一点点效果 没错 你感觉好像横向是出不来 但是你一发力 它是可以出来的 因为球是有惯性 对吧 然后再出所谓的旋转 没错 没错 对视剧 赵如亮胜 比分4比6 开球清台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好球 中带进两球啊 过线没有问题 这个就感觉两个人 现在是比较正常发挥了 炸球有球进 正常局面都是能保证一个清态率 好来看一下定颜色 花球那下方14用左边中带那颗啊 后面可以向下来协调对吧 上方不留球了 不留了 11 12 15下来 13左边中带往下来 14一个右边底带 对吧 然后黑八就右边中带了 黑八左侧就这一大片的区域啊 很宽阔 足够你支撑各种干法去较位 没错啊 这个面 职业选手瞬间就反应 我怎么打 选哪个方向 怎么打更合理 对 中竿蹬下来啊 这个13留一点向下角度 再来中低竿往下走 轻推也没事 看白球 对 不要滑太多 脚要直弹边裤出来都可以 有一分钟吗 没有吧 感觉 真快 地势一举 正与博盛 比分七比四 开球青牌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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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就可以 结合真是 非常丰富 内容也很多 好 中竿往上灯 五号左边中带一叫 下边六号直接就是左下黑八了 两人打的次序 就是大家看起来不乱 没错 像跟着一个故事的这种 第一篇章第二篇章的节奏在走 第一竿往回退一点点 六号一点点向下角度 继续 再利用中高杆往下推 可以发耳力的话 就可以发耳力 蹬下来就离库边稍微远一点 第十四局 赵有亮胜 比分5比9 开球青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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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比5 4分的分叉 加杆 左上 先定花色球啊 打完了 左上角还能让出一个10号带口 对吧 而且看这个方向 有没有机会可以去带一下 并没有 右下角够下 直接一步到位 白球一定要尽量向右下方推过来 甚至于蹬过来 这个角度好直 这么直啊 这么直啊 刚才再点了一下 9号就这个方向 往下蹬一点 好的 这个变化就挺多了 对 迪根恒台你顶15都行 是 这个球 先奔着8号左侧 这颗花色球 是主要要处理的一个方向 没错 这样的话 你上去再绕 再出来 周围的这个障碍就少很多 所以我说这些 本组的其他球 都是围绕着这几个 比较难较位的 把他们打光了 后面就好打了 好 收点力控制住 左边中带能看到 那简洁打法就是 中带一打 12一打 右边15一推过去 14一打 左边中带黑八 是的 对吧 别量这个 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可视 就是 他的想法就是 做一个 脑子里边几个计划的推演 我定时一打15 行不行 再想 对吧 如果可以 我就定时一打15 推过来 14跟左边 但是 感觉中间还有个7号球 有点别扭 就这个方向 对 打12叫15 一点点向下也没事 对吧 刚好推到边扣上 叫14了 三个球 脑子里迅速的几种 排列组合 来回的计算 这是赵主亮 这次比赛的一个 特别明显的蜕变 没错 而且中间还有一些 来回的这个K 那个K 对吧 一些小细致的处理 比以前要 感觉成长很多 成熟很多 能够勇于跳出自己的 这个舒适圈 去尝试改变 对 简单打法 往前一定 8号反向 就上蹭个够 原桥市两千家高端球房 全球职采渠道 全球职采渠道 现对全行业开放 工厂职采 拒绝层层加价 球房要是甜 就上蹭而够 哇哇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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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第十六局 赵如亮开球 他们能够门一个小区 三级的一颗被撞回去了 看一下 两球 十五 中代没进 四号被撞回来 对 因为中代铁球没有进嘛 对 赵如亮被判复一分 那么再累积三次将判复 判复一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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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中带的可以作为桥梁的不能轻易打 这架是好像要做斯诺克 应该不会啊 感觉还是要打 确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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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防守了 哎呀 哎呀 这个缝随机啊 对 12号啊 主要12号 我觉得我觉得多数跟赵梁的跟赵亮的开球现在不太好 然后还送开球司机啊有关系 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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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分落后四分啊 就稍微谨慎一点 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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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打不停 比分 比分 来抗上要作用 男的东西 刚刚好 打不离开球 天才会比分 也要不太好 这些 比分的比分 比分 这还要升 比分 比分 更加 当成 中 下个 两半更多 了看 终于我也在看 我继续也做一段防守 有效果 右上角过去一个带口球 有效果 七号球一个难度 看看这个六啊 能不能干法稍微低一点横向 先把这个七号球较到 较近 然后推下之后呢 右边就比较好打了 这么打更合理一点 对 也更安全一点 这角度现在打七 说实话还是有点风险 现在这个位置打七号是比较难的 而且那边还有一个六 你还单单独在通过一刻就在摘它 是 甚至于说我这个六号这杆 我不顾着七也行 对吧 我下来都可以 十秒 好 有信心 有信心 可以啊 小角度打劲 多往这边走 还是要叫六 对 中带向下过渡 没错 中竿一点 二号向下 这边一个三一之间的过渡 中带向下 中带向下 能吃底库往上弹 直接吃底库往上 可以把它交右边中带 这颗球也是 没太敢往画面右边去 再打一点点 也怕这个白球呢 碰黑巴有嫌疑 第十七节 赵尔亮胜 比分七比十 谢谢 我说 有什么事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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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想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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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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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就是登三 叫四 走一个两裤上一叫五去了 这个也不是不行啊 就是一点小难度啊 往前面登不要太多 一点点 对 角度出来 好 那就向下 这方向呢 我觉得还是稳妥几件啊 吃底裤往上 黄衣打右边底带 用黄衣向上也行 过来看方向了 而且最后你留这个六号球 叫黑巴也非常合适啊 有限时十秒 赵如亮主要就是选一条最安全的线 没错 他觉得在我的目前状态下 哪一个我最有把握 我就选哪一条 刚才只量 比量了至少三个位置 对 又让我想起之前说的 好多朋友都 可能印象当中觉得赵如亮很年轻 还是前途无量啊 其实我都觉得 现在他的未来已经 自己在开创了啊 很全面的选手 这个球少了 没招了 过渡球必须要去打了 也就是戴口这个六号球留不下了 那六直接向上 那六的话 叫一个比较厚的角度啊 就正常一个下低杆右赛 车边裤 顺着一个正常大缝隙上去了 厚一点 不要太薄 对 在上面也比在下面好 在黑八的上面 也比在黑八下面好 明白 你到下面了 薄你要打的 对 比如说可能多裤啊 或者怎么样 这种厚的呢 我打稍微薄一点 只要低杆和右赛出来了 对 直接奔着这个大缝隙上去了 稍微低一点 右赛强一点 这个有点太低了 旋正够了 但是低杆太低 那只能是尽量的打进啊 滴杆往回走 然后打一个长台黑八 然后打一个长台黑八 这刚就立杆尾 还要注意这个杆头回来的速度啊 对 已经是非常好了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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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牛叉 赵如亮胜 比分发比时开球星台 官方暂停五分钟 五分钟未到他这里取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小视筋腿 追分神器提醒您 精彩比赛马上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小视频 转发 打赏 转发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را illustri点赞 鉄道 相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小视频 虐 remains 谢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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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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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看 观看 观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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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看 观看看看 观看 kidna看 看一下正义博的开球 左边 有这个中带有没有进 两球过 中带上眼 又来一个五号中带 又是没进 那再看看赵主亮是否还能接轻 这个四盘球啊 赵主亮真的是 信心太足了 随着比赛的发展 已经进入到这个比赛的模式里边 对 很投入啊 好看一下定颜色 黄一右下角 单侧球 花球左边的这个位置中带还是包打的 还是单色 然后找机会下来把这个七六 因为二号那位置刚好可以是两个底带都有啊 在右边缝隙左边都有 然后往下来可以调七调六 所以说上手的这个黄一底带啊 是关键球 第一端推一点点 看左上红三 打三叫四 下来左边中带五号过渡 五号有机会直接叫六道 这个位置 说实话这个排列的这个信号次序 嗯 还是很多的 有机会把六打了之后呢 再往上啊 这边七号左边底带 七号右边底带 二号两边底带 包括中带右边啊 中端蹬上去 角都是向上的 这根球正常就是一个推高端啊 白球从顶空往下走 为了防止十五号不要挡住 右赛有把握挂一点点 贴着十五左边下来 这样把握更大一些 你就叫到开球线附近就可以了啊 下方三颗选好次序 嗯 好了 这么大的角度是不好停的 多数肯定还是要奔着二中和六底 两颗 白球呢 可以就带一点点滴杆啊 避开这个库边的花色球 比赛时间一过半 角度合适 并且 这个方向也很有意思 一下变成了一个双位啊 是的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考验像我前面说的 你是否要变 还是坚持你的ABC 而不是ACB 往右边走可以走一个底裤边裤啊 嗯 你要是往左边走就是拉干 可以到球 可以到球中带推二号啊 那七号变成反向底带了啊 那七号变成反向底带了啊 这个二号角度有点大 准的 再一个来看白球 角度是关键啊 这个球 这么直 顺推过去了 不强球了 顺推过去 叫中带 刚才二号那么大角度 都能打进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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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球落袋啊 中间也是遇险了 送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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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好继续来看啊 现在赵五亮上一盘的一个黑巴啊 也是出了点问题 这一干什么情况 有没有球进 并没有 过两球 过四颗 中带没有 右边有一个中带二号 左边上方底带有一个花球 左边中带呢 而且还有个红三 单色啊 看要不要去传一干 好传进 把自己的五号球撞下来 再看缝隙里七 这个位置 我觉得七号球是 没有必要 对 再留了 如果后面打 完全就是打七横向顶十五 把这个带口这边再让一让 甚至于说叫黑巴 但是你其实现在打的话 这个位置也可以作为考虑 毕竟你的右边还有二号球 所有球围绕着黑巴的带口 要打哪个带 基本上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这个局面是非常不错的 想好后面的两三颗球就好了 前面有个过渡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先打开 可以用点打开 没有点打开 有点滑 然后打开 这是第一个 对 是 把六打了 黄一下来 甚至于说这个黑八 我们现在左边底带是一个 如果有的情况 那后面二号球可以做一个 交黑八左下的选择 最好的一个架子 对 已经过来看了 没问题 有二号留下 不要轻易动 上手就是奔着这个 左上方的一个底带 这个时候其实它前面K下来 这个五号球有点多余了 那不然正常打的话 你看这个16或者是61 这边二号一打下来就好了 现在还要再多一步 就是左下这五号 小银马甲 中袋可以 就是打一叫五 直接上手 低杆 再来继续啊 低杆 向右边 对 二十四局正于博盛 比分12比12 谢谢 老伯 追上啊 哪呀 太平了吧 酷心這麼好 追上啊 第25局 鄭宇伯開球 哎呦這開球啊 還真是差了點運氣啊 左邊中袋的位置有被撞到 始終是跟這個袋口啊 擦肩而過 對 你說差特別遠 也就算了 老是在袋口晃的 其實我也感覺啊 這個決賽真的就是決賽啊 很少有這個 特別順的時候 一定要一些意外在裡邊 有一些波瀾在裡邊 他對於這個 很考驗人 意志 對吧 你的比賽經驗 心理的這種控制能力 是全方位的考量 這才是對抗 看選顏色啊 花色 右上方 左上方的15呢 可以再把最 正中上方那個11號去過渡啊 這是一個選擇 那單色呢 紅3 右邊中袋 直接地板上去 看能不能稍稍敲下11號 縫隙下來 不夠吧 總感覺這球會少一點啊 那麼4號看不到左邊有黃1 但是這一上手這一竿 說實話 這竿打得有點 草率啊 不夠堅決啊 不夠堅決啊 好 再來 直接滴竿回去 又過了 又過 再來 2號左下角 滴竿橫抬 要不然 要不然你就及時地 打2號做乾防守 說實話 這個時候你是讓你防守 你也會心有不甘啊 直接打2號做乾防守 輕輕的 戴口師傅是看能不能漏啊 漏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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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哦 十秒 延時 打的稍微薄了一点点 薄了一点点 挡了一个六号右边的带口 但是现在二号是有机会可以去叫四 四和这个五之间可以去过渡 那么后面还是一个六号球的带口问题 但感觉赵无量这边可能不太会去攻啊 有一种就是我正常打五 把你左上方的十五号给你传进 白球往上面去放 用你的花色挡你的所有球 十秒 勾走 勾走不安全 十五这边左下方 七号这儿有借力啊 来看看十五号 底带 借力啊 漂亮啊 那这样的话 左边中带向上 先把十一打了 十一打完向下 再把开球线上方的一颗也打掉 找机会用十号去传 用十号一传 带口这个十四 基本这局面就开了 对 中带先上 然后十一下来 再把右边这花球一打 再往下 这个时候用带口的那个球 就是往下的那颗 去争取教育十 十秒 没有延时了 五 四 应该是没有时间了 二 直接传 传K 看效果如何 还可以 右边中带啊 直接上 可以叫十一 感觉这十号还是要从左边向右打 六号球的右边下方的位置还不太够 走得太多了 少走 怎么说 少走半颗球 这个白球能看到整颗 就可以了 那可以尽量地推到右边 打左边的带口 对 往右边走 底带 这底带太近了啊 底带太近了 看看他的选择啊 还在看 下方十号球 想往下打中带 就得发点力了 对 那底带太近了 嗯 一样 底带力量要更大 啊 中带 最起码比较薄啊 对 关键是十号 在六的右下方 到底用右塞 能不能一搓 对吧 可不可以打进 这是关键点啊 因为他已经是过来看了 两次了 哇 带多 involved 小 十号球 甚至于说带一点点的中滴杆 把这六香上一顶 可以 算是用经验 技术把这一盘 拿下 第二十五句 正于博胜 比分十三比十二 谢谢 感谢 第26局 赵如链开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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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之前一盘赵如链进攻半号啊 白球碰到其他的花球 落袋送分 9号球可以留着最后做8号右侧的中带 看看上方的10号 当然你从上方去调8号右下方抵带啊 甚至中带也可以 9号就留着时机的问题 10秒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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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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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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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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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黄一 黄一打进 右边悄悄较直 往右边一推 把这个四六的 左上方底带一选 然后呢打进四 六号这边就活了 再打六下来 还是要往右这边多走一点点 一推 然后面就看这个七四之间的一个协调角度 不太满意啊 这球应该是 感觉不太直啊 有点向上 有点向上 要不要去对 带一下这个四六的位置 哦 带口 二号球 这个有点厚思诺很包打 十秒 严实 薄了一点点 薄了一点点 右边两颗都没问题啊 这十四跟十一 关键还有一个九号的一个带户 有机会可以选同带 比如打十一先从底裤做两裤 刚把稍低 用点右赛 不算好 白就靠裤了 勉强的去推下 再看左边的这些球 再来过度 而且这个力量小心右边中带 嗯 嗯 为什么这么大力呢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这个最基本的 规划里边啊 就是我怎么样能够 避过这个 对 这个是主动的给回去机会 没错 来 直接上去 那也可以 其实我觉得能不懂也没关系 毕竟你黑八 这个位置也是很开放 这个时候 越简单越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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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关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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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连续的给对方机会 到了一个精力的一个临界点 中带 正常就是中高肝 底库上去 而且这个十四这说实话 没啥用了 它对于黑八较位 帮助其实不大 先上来 先上来就左边中带一打 上方十号一个准度 留角度下来 其实这个时候 你看这十五直接叫黑八 就比较顺了 这是前面的一个带口 但是白球跟六贴太近了 又来一个 两个 这个球是一定要往上稍微中高肝蹬一点 不能就 留向下角度的 对 一定要留角度 这就是我说这十四没用的意思 其实这个时候你看打的十号十五 下来就黑八正好 这盘打完之后 我们是一个第三阶段暂停 没九局 一个暂停 正常再来 中端往下蹬 十四右边底带 这个而且往下多走点 直着往下去走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赛专用赛斯千和分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乔治荣誉出品 乔治金腿 追分神器提醒您 精彩比赛马上开始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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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强的旋转 旋转一上口之后呢 马上有一个加速的作用 对 赶着它往边上跑 白球呢自己也能够 尽可能挤出这个 下一杆进攻的线路 对 离库边远一点 上方的这边呢 上方问题还是在下边这两颗啊 12号以及14号的这个两颗球 14呢在27中间 对 12这边呢 左边中带跟左下呢 在26这位置应该也是有的打的 是的 就是把一个基本要叫的位置啊 心里边有数 先看中带上方13号 15一打 中带留9下来 14跟12如果是一个正常从上往下的方向 我觉得叫同带也可以 甚至于说12号右边中带 对吧 右中甚至左中 三条线 关键就是这个角度 至少比划这个位置三次了 扎白球一推 底库上来 对 左面边空再一弹 可以叫同带啊 然后就是一个看你角度合适呢 黑八还在右边 但是这右边障碍有点多啊 6号球 2号球 7号球 能否推过去啊 这个 如果能贴着6号 刚好高杆推过去是最好的 一定要钻出去啊 可以 第28局 正位博胜 比分15比13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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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第二十九句 郑宇波开球 申请 过线上 能不能再看一遍 看选球 排球在左下方的这个位置 左上一个5号 缝隙里一个14 好效果 直接K进 直接K进下方 来看黄衣下方这颗 直接可以选择一个 正常打进弹底裤往上的15号 10号的左边中态的调位 效果 当然是没想说直接K进 但效果还不错 下底竿就走两库 中袋看角度 你最上方还有一颗啊 这个是一定要去先叫过来的 而后面的9跟10是可以来回过渡的 所以说尽量的上去啊 先把上方那颗单独的花球 这不是往上去多蹬一点啊 嗯 来了 角度实在有点小啊 有点像上了 再往上走 这角度不太合适 不强球就正常横向的高杆推过来 然后底带这边拼准度 对 拼准度 对 拼准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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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杆9还要发力啊 比较大的力量啊 正常中低杆的一个横向灯边过去 再来 这就是郑宇波的特点啊 突击的能力 第29局 郑宇波胜 比分16比13 开球青台 请把擋装住 人 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白球的这个位置停的也非常好 看上手 单色6号低竿横抬 把这个7这边黑8顶一下 这是打单色球 花球呢 从这方向来看 左边边控那一颗 10号球 10秒 选单色 低竿顶7 效果 不算理想啊 嗯 后面靠准度吧 这种球也是没办法了 然后回来看这个角度 上去能不能再把这个 二号这边勾一下 弹边裤 对 过去 感觉上14没有挡住全部白球 有一部分 比如说上方的一半啊 稍稍带一点点的中端 右赛 上枯一勾 好 出来 基本上定了啊 这个球是一个 7号球叫黑8 不过这杆里边的 左边中带的位置啊 现在能看到啊 15号球是挡了黑8 所以说在后面调这个 7号球的位置的时候呢 如果可以啊 调一点角度 推完边裤 横向向左边走 黑8在左上 还是可以叫底带 还可以 二号 高杆推过来 留一个向上角度 然后蹬顶裤边裤下来 7号球一定要叫一点 斜向角度才好 要它正的话 这个位置是暴调了 还好 给你一杯 译译 说明 脚都出来了 中低杆顶扣边扣 又再下一点 要较太直 较直就基本上是要发力打底带 低杆往回拉了 然后黑把打左边下方底带 到这个位置基本上白球就可以说打完之后横向出来 可以把它左上方 再来 跟自己比量的位置差不多 对 那左上准度 张太一 张太一是季军啊 在今天的决赛结束之后 有一个直播颁奖仪式 好好球 第三次局赵如亮胜 比分14比16 开架青菜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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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 现在中低端拉回来 而且就差一分啊 所以说这很关键啊 这盘上手的一个控局 都试图是将这个白球尽量能贴到顶库啊 让你抱下低端 还是听到刚才白球这个位置啊 对 对 附近 这个位置感觉七号球可能要攻了 右下角七号球 右下角七号球 十秒 原始 并且有把握的话 稍微带点中高端发力啊 这六号这边还可以连打带K 没打进啊 没打进 左边中带有五号啊 单色可以定颜色 而且这一K 现在六号这边是好打了 我们的规则是 你要想在选球阶段传球的话 必须是同色系啊 对 先碰的是单色 进球的是单色才可以啊 对 才算有效进球 你碰单色进花色 碰花色进单色 没有用 这都是对手 上上 然后出右侧旋转 没较到这个下方的两颗啊 一七 左边中带啊 没较到 再薄 好 推高杆三颗过来 继续叫一七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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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根叫到了啊 先把一号打进 再用悄悄向下过渡 这个力量 薄厚 控制的真好 切得到一个极球 别了 切得到一条 但是要用的是却代表的 在这出唊的什么呢 在这手上 这个手上 但是要用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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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进球的液体 是在这手上的画面 可以顺便于自己来用来用 要用来用去调节奏 6个带口不要局限于一个带口 直接低杆 4号 这个变成一个26还是62都无所谓 关键是看你对于这个角度的掌握 对 而且黑八的下方两个底带啊 黑八的右边中带啊都是很开放的 10秒 延时 推过来留角度 而且这个6号球与下方的这个底库是有一定距离的啊 看方向 再推到左边黑八右边中带 甚至于说你让这白手离裤边远点 嗯 蹬一杆 他也是量了一下后面这个边裤 下低杆了啊 回来再过去啊 先往回 再往左 哎呀 这个球 差了这一颗球的力量 撬粉要多擦一点 这种球容易花杆 多擦一点撬粉 薄中带 给我准多啊 也就是他呀 第三十一局 郑宇博胜 比分十七比十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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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进啊 打进啊 选单次 黄一 他顶空往下走 七号球这个位置如果说叫成向下角度还不太合适啊 最好能叫成比较正的角度啊 嗯 你往右边推还是往回拉啊都没没什么关系啊 看位置嗯 多了 嗯 多了 嗯 嗯 多了后面的这个球进攻距离会稍微远一点 嗯 角度是关键啊 这个球 下地板直接啊绕裤再过来也是空间足够宽泛啊嗯 可以 左下方六号球 直接奔着下方那个红三来叫啊 对 把这下方比较难挡的先处理掉 先处理 角度也合适 角度也合适 角度不错啊 嗯 直接有向上呢就正常往上蹬啊 叫二叫五 然后黑八这边呢我们看啊 右边底跟左中 右中啊 这都是可以去叫的 就中端发力 哎 踢个还带了一下 带多解放行 这回这带口更多了啊 但是角度是略略选大 可以的话带点右赛高杆 对 继续去要一个角度 很明显的一个反赛协力啊 嗯 一推 有点向上 不行 你就低干回点一下 叫个稍微大一点的位置 对 就出杆不要被14号 别再给自己做这个厚思诺了啊 嗯 18比14冠军点 第三十二局 正义博胜 比方18比14 谢谢 好 好 第三十三局 正义博开球 比赛到赛点了 如果这一盘完成榨青 直接就是我们的2021年分战赛的首战的冠军 对吧 所以说也是很慎重啊 给擦的白球 球进 三球过 没问题 但是白球位置 有点靠上 对 跟前面的一盘也很相似 但是前面那一盘 这个是下方 有两颗球挡住了绝大多数的进攻面积 这个位置不错的不太好打花球 那位置稍微差一点的呢 单侧的乔中带 左边还有一个边裤的黄衣 看看十一是不是缝隙里要打 嗯 直接奔着十一来的 又打薄了 那这样的话花色球啊 好 左下打进 继续啊 十号球 那这里边我觉得还是要尽量的留一个右边十四啊 嗯 不要动 十四号这边可以交黑把左边中带啊 先把十打掉 对 让这个 把左边这个中带也打了 把左边这个中带也打了 连接的区域更宽泛一些 对 比如说我打一个正常的十一 然后打一个左边中带 然后再打一个十四向上 然后可以把左边中啊 自然就顺势交到了 对 对 对 然后再打一个十四 而且下边还有九号啊 这九号也不要忘记 好 先来 那奔十四来 十四来奔十一 十一变成又往再往下啊 九号再往上 需要中低杆往回拉一点点啊 好 看角度 推下来九号不能较直啊 较出一点点角度 不管是吃扣子还是直接啊 可以高杆推上去的 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可以上边扣啊 可以稍微给点力 好 自然向上角度 看个人习惯了啊 这个你是上库 就需要用中高杆 稍微给点力啊 不然就正常的一个灯杆啊 15比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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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喜欢 桥是中式台球 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 第34局 赵武亮开球 上一次上一盘的赵武亮开球 是因为力量不够 击压不够 看会不会再加力量 调整一下 力量再大一点 还是没有 但是感觉是不是开球失机了 应该没有 他们也很快取下这个电片 上面的球色也比较多 过两 过三 十一过 没问题 但是这个球不进 好吧 我们来看看 这边终于不忘 最新马说冠军已经向他在招手了 没错 赵武亮这个局面炸完了 其实他这个力量是 局面往往会再好一点 那么看看郑义波 左下定颜色 花色 我绕过来 看方向 这个位置 有点轻啊 可以把左边这个花球角度太大 中带这边又不太好打 如果打九的话 左边中带有一个组合球 左上呢有十一 不行 我觉得还是说打这个十一号吧 正常带着一点点的低根减速啊 下来继续用这个下方球再来过渡 看角度和位置 局面啊 很开放 对 局面很好啊 十五有 可以把左边那个应该也有 但是那个位置的话 七号那边有点小碍事 对 就这个位置 还是一个立杆位啊 下一点点低杆 打进黑八 还行啊 中带十二球还能打 中带的花子就还支持你往下 去过渡这个八号 这种球其实现在就要简单一点 比如我打个十号中带 我九号直接就打左上 然后中带十三下来 十五右边中带再往下 就完事了 不要想得太复杂 就是比如说我这九号一定要打哪个带 十秒 其实我们在这里说是说 球员在上面脑子可能迅速地在转 对 想怎么样最安全 最不容易出问题 而且还有个压力 对吧 九号 对 左上一打 往上一蹬 然后中带下来 右边一个十五号 对 稳定 继续 看方向用干法啊 一点点角度呢 也可以用一点高杆推下来啊 但是不能太轻啊 太轻十五容易变成大角度啊 感觉有点直啊 感觉有点直啊 那这杆的话 滴杆回来 向后 甚至于说 呃 太轻十五ieron 滴权 给ar ห 执行 打劲了 好球好球 打劲了 时隔一年十个月之后 郑宇博再次回到了 他熟悉的冠军宝座 可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一年十个月经历了些什么 但是他今天用表现证明了 谁说这个世界是冰冷而残酷 只要你有胸怀 坚定的信念 做好充分的准备 保持高昂的斗志 这个世界在今天 就会揭开他冰冷的面纱 向你露出灿烂的微笑 恭喜郑宇博 而赵如亮在本次赛事的表现 也让我们知道 无休止地朝着心中所爱前进 不断地自我革新 以求更接近自己的目标 这本身就很让人着迷 你爱上一件事物 当然不是爱他的成败 你爱的就是他的气质 任何敢于放弃自我不断革新 为心中的目标 不断改变自己的人 都值得我们尊敬 向两位选手致意 那么随着郑宇博的夺冠 我们本次广州战的比赛 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张仁导的精彩点评 也感谢所有球迷 感谢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然后我们的比赛 虽然说这一战已经结束了 我们后面还有其他分战赛 就在9月份开始 而且在这之间 我们马上6月份还有绝金 让我们绝金 以及9月份的四评的比赛 再见 好 各位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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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